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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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時候真的覺得叫墜落 身目如死 就是一樣的死了就算了 可是這樣我要怎麼活 所以那時候自殺自殘自傷的事情 都發生過非常非常多 我知道我有很多的好同學好朋友 甚至我很多的附近的師長 都會來醫院或我的家探望我 可是我每一次看到他們 一方面當然心裡會有一種暖暖的感覺 是他們沒有忘記你 沒有因為你現在不優秀了 現在不厲害了 所以他們不理你了 可是你另外一個自尊心 也會在想他們一定是在可憐你 你現在怎麼會變成這樣 所以那時候所有的自殺自殘自傷 我幾乎都想過也都試過了 如果我的經驗寫一本書 應該也可以寫一本完全自殺手冊 那到底是什麼事情 讓我願意給自己一個機會活下來呢 想問問看大家 我的當然是二選一 我沒有給大家很難的題目 一個就是你覺得是我爸爸讓我活下去 讓我願意活下去 還是我的媽媽 為什麼你覺得是爸爸 為什麼 我應該這樣跟大家前情提要一下 這樣會比較好選擇 我的爸爸是一個理性的代表 他是電腦工程師出身 所以他是非常理性的人 我們都說他真的就像一台電腦 你給他任何的input 他會想很想一想想一想 給你一個很準確的output 所以不管是任何人際上的問題 人生觀上的問題 或者是有關於解決問題方向的問題 他都是非常非常棒的一個老師 我媽媽呢 他在我們家叫做感性的代表 他是那種我受傷 他會比我哭的更嚴重 我還要去安慰他說媽 不要哭沒什麼事 是這樣的媽媽 然後他是屬於真的是 所有感性的事情 都是讓他管 所以像生活 我們所有遇到的難題 這些心情上面的 都是我媽媽在負責安撫我 或者是在負責支持我 所以這樣子應該各位可以開始選擇了 你覺得是我爸爸幫了我 還是我的媽媽 爸爸 說爸爸的拍手一下 勢均力敵的感覺 好 我也要跟大家說 是什麼呢 我爸爸 是一個很理性的人 所以他是有一天來告訴我 他都不會出任何聲音喔 每次當我要尋此尋活啊 然後又要拿剪刀戳自己啊 又要割碗啊 又要跳樓啊 又要這樣 他都不會攔我 他都不會 可是我都知道他在看 然後他有一天只是忍不住了 他真的跑來找我 然後跟我很認真的坐下來 談了一件事 就說 女兒啊 爸爸叫你活得很辛苦 如果你真的要死 你好好想清楚喔 你真的要死 你如果真的要 你就告訴爸爸 爸爸會幫你 欸我不知道他會怎麼幫我 還好我沒有跟他說我真的要 可是我真的就被我爸嚇到了 他要怎麼幫我 他是要拿剪刀來 還是要拿繩子 還是要幫我燒攤 還是要什麼 我也不知道 可是我知道我爸是演出必行的爸爸 我媽媽呢 我告訴大家正確答案就是我媽媽 我那時候是為了我媽而活下來的 為什麼 我有一次又要跳樓 你知道是這樣子喔 有一件事情喔 蠻可憐的 就是我們常常認為自己做 叫神不知鬼不覺 但是別人都看著 一清二楚對不對 所以連自殺也是這樣 我又拿著我們家的那個板凳 想要跑去陽台上 然後站在陽台上 然後我就跳下去了 然後就什麼都沒有 可是我媽媽又再一次的發現我了 因為你知道我們 我們都會摸摸嗦嗦那個板凳 然後好不容易摸到那個位子了 然後我要拿過去 然後噼噼胖胖胖撞到一些東西 就很容易被發現 好那我媽媽發現我了以後 做了一件事是 我每一次自殺 每一次自殘 她都會做的一件事情 而且做這件事情 是我耳波都會長見 所有連續劇上的媽媽 都是這樣演的 就是她從小板凳陽台上把我抓下來 然後抱著我 然後大哭 然後說 女兒啊 如果妳死了 我媽媽也 各位你們好入戲喔 也就是看了什麼 真的 我這句話聽到N百遍了 我每一次 要做傷害我自己的動作 我媽媽都會這樣說 可是我覺得一定是 我哭累了 我鬧夠了 我那一天 突然有一種很深的感覺 朱欣怡你好自私喔 你只想著 你可以解脫 你跳下去什麼事都沒有 可是你從來沒有想過那些愛你的人 尤其是像我媽媽這樣 她從來沒有放棄我 每一次都還是做一樣的事 我真的覺得家長的不放棄 是孩子最大的希望 就是你們都不放棄 總會有一天他們會醒 總會有一天我們會發現 我們多麼的好笑 然後我發現 我自己是好自私的人 我覺得我真的願意 一再傷害我自己 我很殘忍的 願意一再傷害我自己 可是我真的傷不了他們的 我忍不下心 當我知道我傷害我自己 就等於我捅他們好幾刀 然後他們好不容易把我從鬼門關前 被救回來了 可是我每一天都在尋死尋活 那時候我才真的感覺到 好吧 雖然我不知道要怎麼拖著 這樣的身體活下去 可是我願意給我自己一個機會 暫時試試看 所以我想跟各位家長分享 我的第一個心得 我接下來有四個心得 加上這一個五個 我有五個心得 來跟各位家長分享 在我過過這一關以後 我發現真的關係 要從感性的接觸 各位應該都有上過親子教育 我們最常講到的親子教育 就是高關愛和高管教 交集的那一塊最好的親子教育方法 可是到底要關愛先還是管教先 絕對是愛 絕對是愛要先 愛不是理性的 愛是感覺的 愛一定要先 為什麼一定要先 各位你知道 在我們心理學研究裡面 情緒是理智的七倍大 也就是當你的情緒出來的時候 你的理智完全沒有辦法運作 各位你們應該都有那個去 什麼跳樓大開賣啊 買一送一啊 的那個經驗對不對 會不會買了很多很多很多 無法克制明明這個用不到 可是我就是想買 或者是我們有沒有跟人吵架 我們明明知道我們去道個歉 就好了 我們明明知道這件事是我錯 可是我們就是不想 這個都是情緒 我們的情緒一上來的時候 理智沒有辦法 所以當那個時候 如果很理智的告訴他 你其實你可以看看其他人啊 其他人其實也活得很好啊 你看其他視障者也很棒啊 然後你有無憂無慮啊 你看你現在又沒有怎麼樣 你現在還是有一個很好的身體啊 很好的人啊 你如果那時候告訴我這些東西 而且我那時候最常聽到的一句話 真的很氣人喔 叫做上帝為你 各位都會講各位 上帝為你 各位的雨下一窗必定 我那時候真的聽到這句話 就超氣的 那幫你關窗怎麼樣 為什麼要把我關 你在說什麼風涼話 那時候你想要用用何理智去說服他 教導他 訓毀他 勸勉他 我好 這叫做很有道理的屁話 就是他真的很有道理 可是他真的進不去 當一個人在遇到秘境的時候 尤其他的心感受到的是情緒 所以我說愛一定要先 那個愛是什麼東西 像我們諮商關係裡面也是 唯一我們研究出來 諮商跟唯一成效有關的 叫做建立關係 如果你跟他建立了一個好關係 你就很有可能會成功 但是如果你跟他建立不好的關係 這個諮商絕對成功不了 所以關係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也就是那個愛的連結 我昨天才遇到一個個案讓我非常難過 他還能夠的告訴我說 我覺得我的媽媽不愛我 我說怎麼可能你媽媽不愛你 他說因為我讓他失望 我不是他期望中的孩子 你知道當聽到這句話心裡好痛喔 就是我們一定愛我們的孩子 怎麼可能不愛 要不然媽媽怎麼會花錢 讓他來跟我諮商 那一定是愛的 可是我們傳達出來 居然是期待多於我們的愛 我們要怎麼讓他們知道 那個愛那個關懷 我們始終不會斷 那這件事情很重要 因為他才有可能 在你發生任何狀況的時候 拉住你一把 我們說父母很像放風箏嗎 越大 隨著孩子年紀越大 我們一定會放得越來越遠 我真的覺得父母很偉大 就是我們在成就分離 不停的在成就分離 那他離你越來越遠 唯一會聯繫你們的就是那個風箏的線 那根線是什麼 就是關係 就是你們之間愛的關係 只有那個愛的關係 可以讓他如果在迷途的時候 讓他在跌倒的時候 讓他在受挫的時候 我們拉得住他 要不然我們接下來會談到放手這件事 如果沒有關係 你知道一個放手代表的就叫放棄 但是如果有關係 如果有愛的連結 孩子會知道你是在放手 所以很重要 請大家一定要記得 我們先把我們自己的愛 清楚的讓孩子知道 那我後來會跟大家說 如果我們又想要表達愛 又想要表達期望 我們到底要怎麼辦 可是我只是想提醒大家 因為在這個競爭激勵 然後壓力非常大的環境裡面 我們孩子很容易感受不到那個關係 那這是唯一跟你的親子教練 最後能不能幫助他 一個很大的關鍵